Hello 大家好 中国签证终于拿到了 这个签证页 这里有这么几个信息 不多 但是呢 我们 有些人不是太清楚或者糊涂 所以我简单说一下 第一项就是签证种类 Q2 我的是短期签证 少于180天 Q2 探亲 第二项就是issue date 就是发放签证的日期 什么什么日期 这没什么 然后呢 是 expire date 就是什么时候过期 这个日期非常重要 这个日期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得在这个日期之前 入境 如果你是一次性签证 它一般会给你这个日期 也就是说你issue 给你发放签证加上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 你必须要在三个月内入境 如果你是一个什么时间签证 很长时间多次往返签证 这个日期就很长 所以无所谓 只要在这个日期内你随时可以入境 但一到这个日期之后 这张签证过期了 你就不能入境 这个意思 那么下一个多次往返 或者是一次性入境 还有一个呢 就是停留时间 停留我这是120天 这120天怎么来的呢 是根据你申请表上 你说我在中国的行程是准备待多少天 它根据那个给你 像我是填的可能是一个月 它给我一般就给你三个月 假如说你的时间要求更长 你说我要待三个月或者四个月 它有可能给你180天 但是不会超过180天 如果超过180天 就不是Q2签证了 就是Q1签证了 大概也就这些信息 但是最为重要的就是 Expire date 在这个时间 过期 过期之前你要入境 这一点有的人不是太清楚 所以这就是这个签证业的解读 大概你得明白 它给你这些是什么意思 对吧